有傳拜登願意將支出法案金啞減半 重數聲譽Facebook推主要企業品牌改名為元宇宙 美國跨黨派議員提出對抗中共經濟脅迫的法案 美國稅局查帳門檻升至一萬 遭到質疑監視美國人 In and out 漢堡連鎖店拒絕強制令 與舊金山發生衝突 IMF總裁陷細銀醜聞 美方要求他變革維護機構誠訊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21日星期四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黃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據《華盛頓郵報》10月19日報導說 拜登私下告知民主黨議員 他很樂觀地認為可以就一項 1.75至1.9萬億美元的社會支出計劃達成協議 這個支出目標將會大大低於他最初設想的 3.5萬億美元的大規模經濟計劃 修訂之後的計劃包括很多重要的原始提案 譬如普及學前班 對綠色能源大量投資和擴大醫療保險福利 但細節仍然有可能發生變化 《華盛頓郵報》說縮減開支的計劃 可能會削減了亦進步派稱內的幾個項目 包括減少用於負擔得起的公共住房資金 兒童稅收底面僅延長一年 以及減少帶薪優價 這樣表明為了讓溫和派和進步派民主黨議員都滿意 拜登和其他民主黨領導人已經大幅削減了他們龐大的支出計劃 民主黨領導人為這個支出計劃 和另外的1.2萬億基礎設施計劃 達成協議設定的最後期限是10月31日 白宮新聞發言人沙奇在《每日簡報》中表示 政府正在繼續取得進展以達成協議 民主黨溫和派參議員萬欣 和阿里桑那州參議員森尼瑪表示 如果不大幅削減 他們不會支持拜登最初的3.5萬億支出計劃 萬欣公開呼籲制定一項接近1.5萬億美元的支出計劃 19日稍早 眾議院進步派核心小組成員賈雅帕爾 對達成協議表示樂觀 他說因為之前拜登一直在制定一個 介乎1.9至2.2萬億美元之間的計劃 目前尚未清楚眾議院進步派 是否會支持這項縮減支出計劃 一些左翼人士敦促民主黨領導人 不要縮小支出計劃的範圍 最近連爆醜聞的Facebook 計劃改名並重塑品牌發展路線 最快在下星期10月28日公布全新明清 而針對大科技公司 參議院反壟斷小組委員會 建議全面廢除互聯網公司 對用戶發布的內容所享有的聯邦豁免權 據科技網站邊緣創媒The Verge19日報導 駐客白格預計在10月28日的年度公司大會上 宣布公司改名的決定 新名可能叫元宇宙Metaverse 消息說改名的目的可能是要將Facebook重新定位 在9月28日Facebook宣布投入5千萬美元 以實境計劃和研究資金作為起點 5年內在歐洲僱用多達1萬個職位 來建造虛擬世界元宇宙Metaverse平台 駐客白格曾在7月份就表示過 Facebook將在未來幾年內 會從社交媒體公司過渡到元宇宙公司 Facebook改名的傳聞傳出之際 也正是Facebook試圖擺脫醜聞之時 據報導 在吹哨人豪根揭露Facebook的內部文件 以及他在國會證詞中爆出爆炸性內幕後 反壟斷監管機構一直在試圖分拆Facebook 10月19日民主黨參議員毓輪和布朗 都要求Facebook停止其穩定幣試點項目 參議院反壟斷小組委員會主席黑羅布查表示 國會對大型科技公司越來越不耐煩 因為他們在不斷抵制解決互聯網平台 帶來的社會危害的立法 他建議兩黨議員應該考慮全面廢除互聯網公司 根據《1996年通訊規範法》中的第230條 對用戶發布的內容所享有的聯邦割免權 他說今年是我們的大年 這樣不僅僅是大公司和大公司的較量 這些都是真實的人 這樣關係到我們的民主 除此之外 朱克伯格亦是麻煩不斷 10月20日 朱克伯格被華盛頓特區總檢察長提出連帶起訴 哥倫比亞特區總檢察長卡爾·拉辛表示 他提出了一項動議 要求在2018年12月提出的消費者保護訴訟中 增加朱克伯格為被告 訴訟中指控Facebook在其個人數據的私隱 和安全方面誤導用戶 拉辛的辦公室表示 這是美國監管機構首次在投訴當中 特別提到朱克伯格 而這也是針對這間社媒巨頭的一項新法律行動 一組跨黨派的美國議員 推出了一項對抗中共經濟脅迫的新法案 這個法案要求成立一個高級別的跨部門工作組 對中共利用經濟措施推動地緣政治的做法作出回應 來自加州的民主黨籍眾議員貝拉 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華格納 和一組跨黨派議員 推出了《名違反中國經濟脅迫法》 推動成立美國第一個應對中共對政府、企業、組織 和個人日益加大的經濟脅迫的跨部門工作組 貝拉在一份新聞稿當中說 我們看到中共政府越來越多地使用脅迫性的經濟手段 來懲罰那些在北京看來違反其利益政策的國家、 民間實體和組織 隨著中共繼續用強制措施 威脅我們在印太的夥伴 以及美國的安全和經濟福祉 美國政府需要更好地看清北京的策略 新聞稿還指出中共所採取的經濟脅迫的例子 例如2010年中國的一艘漁船在有爭議的水域 和日本海上保安船發生對峙之後 中共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口稀土 《反中國經濟脅迫法案》要求 美國總統成立一個反經濟脅迫工作組 並挑選一名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來帶領 成員由美國相關部門和機構的助理部長級別的人組成 工作組的主要職責包括制定和實施美國 應對中國的經濟脅迫的戰略、監測和評估 中國經濟脅迫造成的代價 以及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影響、促進跨部門之間的協調 以及與私營部門、美國盟友和合作夥伴的信息共享 發布並定期更新中國經濟脅迫案件的公開清單 此外 這個法案要求工作組提交年度報告 美國在不少產品上嚴重依賴中國 隨著近期供應鏈的問題爆發 著名主持人史蒂夫·希爾頓在節目中 呼籲與中共進行完全經濟脫離 他說 我們不應該急於收復我們和中共的破碎供應鏈 他表示 中共的力量是建立在美國助力的經濟基礎上 現在是將它們拿走的時候 與中共脫勾將工作帶回美國 我們可能沒有與中共交戰 但他們肯定在與我們交戰 讓我們利用對敵貿易法 立即與中共完全經濟脫勾 在美國國稅局要求銀行報告超過600美元的金融交易提案 遭到眾多金融機構和共和黨人的反對後 美國民主黨籍國會議員19日達成協議 將申報金額提高到1萬美元 但共和黨方面就說 修正之後的門檻仍然侵犯民眾私隱 除非大家都不花錢 財政部長耶倫和參議院民主黨人宣布 他們的新提案將會要求銀行對每年存款 或者提款超過1萬美元的賬戶向國稅局報告 根據新版規定 提款總額超過1萬元 會受到國稅局加強檢查 銀行必須將賬戶持有人的現金流 匯入匯出整合資料交給國稅局 讓國稅局鎖定契查目標 此前提案要求銀行向國稅局報告超過600美元的金融交易 提案遭到共和黨和金融機構極力反對 理由是侵犯民眾私隱 對於修正之後的新版規定 共和黨國會議員也不接受 共和黨籍參議員陶米19日在記者會上說 如果他們將門檻調高到1萬元 適用對象仍然幾乎包括所有人 還有所有商家 共和黨籍愛達河州聯邦參議員克雷波表示 除非大家都不花錢 否則絕大多數民眾的賬戶都將會成為檢視的對象 金融機構組織 美國獨立銀行家協會發表聲明指出 不管查看賬戶的門檻是600元 1萬元或者10萬元 針對的對象都將會包括數以百萬計的消費者 以及小型商家 雖然民主黨人表示 只相讓美國富人支付他們的稅款 但專家說將這種權力交給美國政府是過渡行為 不單侵犯私隱 而且為金融機構帶來不適當的成本 而且可能會導致國稅稿得出錯誤結論 廣受歡迎的加州漢堡連鎖店In & Out 因為拒絕遵守舊金山規定 顧客在室內就餐前要檢查接種證明的要求 而導致In & Out在舊金山唯一一間餐廳暫時關閉 公司首席法律和商業官員 溫申格在一份給《華盛頓郵報》的聲明中說 強迫我們的餐廳聯營公司 將顧客隔離城可得到服務的人 和不可得到服務的人 無論是基於他們攜帶的文件 還是任何其他原因都是不合理的 是具有侵略性也是不安全的 目前因為拜登政府的強制令 而導致公共和私營部門引發騷亂和解僱 而舊金山和紐約市一樣 都要求顧客在餐廳用餐之前必須提供接種證明 餐館也被要求要檢查接種卡片 溫申格說舊金山市的做法太過分 目前抵制強制令已經在學區、體育聯盟、警察部門、 航空公司和醫院展開 德州州長亞伯特近日在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 他決定與政府的強制令作鬥爭 他說必須站出來保護民眾的自由 民眾的身體應該自己做主 亞伯特今個月稍早發布了一項行政令 禁止德州任何實體 包括私營企業強制接種 上星期亞伯特對傳媒說 我和德州的很多人交談過 他們真的在哭 因為他們面臨著 一是失去工作 一是因為接種而損害自己的價值觀和安全 10月20日 國土安全部發言人表示 國土安全部部長馬約卡斯接受新冠病毒例行檢測 結果呈陽性 他說已經完成接種的馬約卡斯症狀輕微 目前正在家居辦公 拜登未被列入密切接觸者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喬治艾娃 捲入世界銀行操縱數據的醜聞後 10月20日 美國副財長艾迪耶摩告知參議員 為了維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誠信 美國財政部將會要求喬治艾娃 對必要的變革負起責任 艾迪耶摩20日在聯邦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聽證會上說 我們不認為現在適合撤換IMF總裁 但我們在會議中確實非常明確 並直接向總裁表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需要採取必要變革 來確保吹哨者的權利獲得保障 而且要維護機構誠信 這是我們的首要目標 喬治艾娃被控2017年 擔任世界銀行執行長期間不當施壓細銀員工 要求他們修改數據以提高中國在2018年營商環境報告中的排名 而當時世界銀行正在想讓中共政府支持一項重大增資行動 但喬治艾娃強烈否認相關指控 IMF執行董事會上個禮拜也重新對喬治艾娃的信任 還力挺他繼續擔任總裁職務 喬治艾娃上個禮拜告知路透社 IMF管控健全 內部對吹哨者有完善保護 將會與員工攜手強化IMF的信譽 美國副財長作出上述評論 也顯示美國政府仍在繼續施壓喬治艾娃 上個禮拜 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 在IMF和世界銀行年度會議上 就曾要求兩個機構採取有力行動 以保障數據誠信度和避免有人濫用職權 目前曾向世界銀行董事會提交第一份調查報告的 威海平和宜德律師事務所 仍在持續調查 預料不久後還將會發布第二份調查報告 今日的報導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點贊 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